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嗨 奶奶 怎么样 好 我先走了 好 你忙 好 再见 宋星仪 好 浩哲 你这两天不是忙着办回国手续吗 怎么还有空在这儿行逛啊 我是听说你今天要论文答辩 所以想过来给你加加油的 加油啊 我论文答辩早就写完了 而且我现在就要去公司 昨天我已经被录取了 那么你晚上有时间吗 什么事 我想能在回国之前跟你 静怡这儿 静怡 静怡这儿 静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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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呢饭一定要吃 而且行是一定要送的 这个新区好像都排满了 要不然 新奇怎么样 新奇 新奇我们说好要去看若婷的 差点忘了 你说若婷 你的妹妹图若婷是吗 是啊 星期一是她十九岁生日 我来中国已经两年了 一直也没什么机会去见见你妹妹 现在我又要回国了 我想我也应该去看看你的妹妹了 我跟你们一起去吧 可是 可是什么呀 昊州又不是外人 外人 外人是什么意思啊 外国人 外型人 外人就是 外人 反正不是外人的意思 就是自己人一家人 是很亲密的人 对不对 很亲密的人 真的吗 我接电话啊 喂 是啊 我马上就过来 好的好的 不跟你们多说了 我要走了 那我们就这样说定了啊 星期一去看若婷 好 我走了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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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你单独聊聊 真快啊 你刚来中国时 中文已经学了几年 那时我想 你怎么能待那么长时间 现在说回国就回国了 这两年过得真快啊 我也不想走啊 没想到能在中国 交到你和心仪这么好的朋友 我也真的很不舍得 舍不得呢 就经常回来看看我们 反正韩国和中国隔得又不远 几个小时嘛 实在不行啊 我们去看你咯 他们说那个 冀州岛很好玩 心仪都跟我说了好几次了 你会和心仪结婚吗 你说什么 我看得出来 心仪喜欢你 你喜欢心仪吗 我 静宇 我喜欢心仪 可是心仪 她并不喜欢我 本来 我想在回国之前 跟心仪表白我的意思 但是 我现在改变主意了 心仪是个非常聪明的女孩子 她一定是知道 我心里的想法的 因为她心里有人了 所以才什么都没有说 这样也好 至少我们还可以做好朋友 不是外人 好者 别这么说 这些我都理解 再说我也是个韩国人 家里除了一间小旅馆 什么都没有 来几周岛都蜜月吧 我在韩国等着你们 名字幕为主席 欢迎订阅 那一份订阅 我来一份订阅 明镜 Time